穿着校服 背着书包 一票学生从公车前 排到火车站门口 占据了整个斑马线 队伍似乎绵延不绝 如此阵仗 出现在苗栗火车站前的上学时段 准备上学的高中生们 等着上车 不过排在后面的学生 可能上不了车导致迟到 麻烦 这个新竹客运不见之后 一节又很少发车 太麻烦了 所以就是你们每次下火车来都要排队 对 然后下课又没有转车 上课很多 每天都要这样 一下火车就要开始排队 等公车什么 我就是已经排到很习惯 从后龙开往苗栗路线的公车 挤了苗栗高中 苗栗高商 再加上苗栗农工 一共有三个学校的学生 自从新竹客运退出苗栗线后 另一家业者接手 没想到一早就出现学生们 为了等公车上演大排场龙的情节 7点10分的车被卡掉 早知说 很早来的同学就是会等了很多人 他当初他是他接的时候是接正班 但是他不知道说 以前就是主客有提供这种专车 那后来他们知道之后 他马上也立法就是提供专车 业者表示得知目前学生们 所遇到的通勤问题 也担心排队人流影响到交通安全 将调整规划 按照过去新竹客运的做法 在上学时段加开辆班专车 避免学生们等公车 以为难求 再见 吴君仙林培权将军养苗栗采访报道